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我们台湾的百年企业永丰鱼集团 是不是流年不利 而他们到底能不能撑得下去呢 根据统计观光今天永丰鱼市值蒸发将近百亿 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说您记得的话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永丰鱼其实已经到内讧了 何寿川董事长的哥哥说 他要跟他堂弟切割 他要卖掉所有永丰鱼的股票 原因是因为他看不惯弟弟的很多做法 还说他是神经病 那最新的进度是 何寿川董事长因为永丰鲸 他所谓的炸这个超代案 投资上海大楼这件事情 已经去收押境界 整件事情本来传出说 应该只是总经理或高层主管扛住而已 但是这破坏实在太大了烧到上层 所以现在连董事长本人都被关进去 这一把火止得住吗 另外也止不住这亚银的案子 在喜伯林过世之后 有数十万的民众要求 政府不可以让亚银 继续地开采我们花林的山区 好 最新的进度是 林权院长说了 环境评估重做 我们要问 重做之后的环境评估会一样吗 会比较严苛吗 会比较松散吗 如果说台湾的社会 因为民众的连署 让亚尼不去开采的话 台湾这样的水泥 全部都靠进口 我们撑得住吗 另外事实需有其表呢 这回美国的军舰 跟菲律宾的商船相撞 撞得明明茂茂的 是美国的军舰 凹了一个大洞 还死了很多个阿兵哥 请问美国的军舰 是不是真的是虚有其表呢 今天各位来宾 欢迎资深才记者蔡玉珍 大家好 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达人唐德 文雅好 大家好 艺术史学者邱建一 文雅好 大家好 美国的神盾级军舰 被撞烂了 相撞重伤回到横须鹤基地 隶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 神盾级导弹驱逐舰 废姿杰罗号 如今动也不动 停在岸边 第七舰队指挥官 18号召开记者会 表示已循货 在相撞意外中 罹难者的遗体 不过基于对死者家属的尊重 意愿证实 到底找到多少 此外 指挥官也说明 驱逐舰的伤势 不只在水面上 水面下的状况 更严重 只是明明身上配有先进的神盾系统 却还适与比自身船舰 大上三倍的伤船相撞 这起意外到底怎么发生 让人纳闷 目前每日两国一堆事故展开调查 并不排除可能是人为疏失 只是就在废茲捷罗号 确定将再次进场维修时 有日本媒体也报道 如今东北亚海域减少一艘神盾战力 势必会影响日本对北朝鲜的警戒任务 我告诉你美国这次真的糗大了 美国的神盾就是他们主力驱逐舰 这一次待会你看到画面真的觉得很好笑 怎么会被这个菲律宾的商船一撞之后 弄得闭闭闭闭闭 而且重点是你在菲律宾的商船 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请问是不是美军的军舰真的是如此虚有其表 美军的驱逐舰为什么会被撞那么惨 其实就像我们一般道路上车祸一样 你说双B撞Toyota或撞Nissan 它是不是完全撞上风 其实不一定 要看你撞到哪里 还被别人撞到哪里 这样子 对对 如果说别人最硬的地方撞到你最弱的地方 当然损失的就是最弱的地方 那照理这样讲 这次是商船最硬的地方 撞了神盾舰最弱的地方 对文瑶没错 我们都知道一个船最坚硬的地方是哪里 船最坚硬的地方 应该都要很坚硬才对 不 它还是有侧重的 比如说船手 船头 因为要破浪 然后靠拨码头等等 船头和船尾 一般来讲是船只最坚硬的地方 那这次这个菲律宾的水晶号货轮 它就是用船头撞到这个神盾舰的船中这个地方 船肚子的地方 对 就是基本上它船肚子被撞 因此它的肚子一定是重伤 而且这个肚子是位于它最精密的 像这个神盾作战系统 像雷达 还有这个比较机敏的船舱 特别是战情室附近 战情室 因此这个美舰被撞的 你可以看图上被撞的迷迷茂茅 而且阿兵科是好几个 是啊 有七个人失踪 后来证明死亡 还有好几个人受伤 但不只是人员的伤亡 更重要的 由于是他自己这个弱点被撞到 结果不只是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被撞得稀巴烂 最重要就是底下的船舱还发生破裂 结果美军也证实造成大量的失水 就是进水 所以我们从这个相关的画面可以看到 美军这个船产生一个右倾的现象 快要翻船的意思 他说翻船不会 但是基本上是受到重创 如果处理不好 当然会衍生一个是不是翻船 会不会沉没 但他虽然受到重伤 但还不至于达到沉没的地步 毕竟这个驱逐舰 他本身还是非常的坚固 而且是抗损性很强的美国主地驱逐舰 那以后如果说要搞美军的话 就打肚子不就得了 这个缺点暴露 完全就暴露出来了 但是美军很厉害 美军强调是联合作战 他是强调在正常的海战状况下 他不让对方的船舰或飞机 能够迫近他 更别说发射一些武器 对他造成威胁 那照你这样讲 这些商船为什么会迫近他 还把他撞下去 是自己在整个正式排列当中 没有处理好 所以这就是美日两国现在调查 到底发生什么会有 我那么机密的船舰 居然被人家摸到那么近的地步 而且两个船在茫茫大海里面居然相撞 为什么会这样 撞得这么惨 那当然就现在还是要海事单位 做一个精密的调查 包括他的航机 包括通讯等等 但有人解读 美军的航海这个纪律 是不是发生了问题 还是 他的职跟人员 有什么失误 造成这个船舰 那么接近的状况下 可能是即将相撞的前一刻 才发现这个事情大条 纪律真的不够 是这样吗 对有可能 特别是美国海军 我们都知道 他这个等于世界的霸主 走到哪里 感觉走路都有风 完全不把别人当一回事 我想他这个老大惯了 或许藏起来他的霸权 让美国海军觉得 我在什么地方都有优先的航行权等等 当然这是不排除的这个现象 但是实际的原因 还是必须要海事单位进行调查 但总体来讲 美军这一艘船 真是被撞得蛮残 我们从这样的结构可以发现 它本身船中 这个最机密的神盾雷达 它几乎都好像 这个周边都产生严重的破水 也因此这个船舰 未来要修理 可能所废不知 当然有人解读 包括它的雷达 包括它的这个 各方面的这个系统 整个修理好 不是外观填好而已 就是你整个里面的管线 还有受损的电子装备 全部更换 那可能这个额度 要高达10亿美元 要不要修啊 对啊 修一修 我们给它买好了 问题来 要不要修 而且二手说不定 可以便宜卖给我们 当然如果说美国 愿意卖给国军的话 我想国军会愿意接收 毕竟神盾军舰是我们海军 是不错的 这是非常渴望的军舰 但是修理费用 实在是所费不少 而且这个船舰 照我们目前得到的资料 它服役已经超过20年 它有点老了 对 按照美军的服役标准 大概服役30年的船 就要太除 好吧 那把它变成废铁好了 对 所以很多人认为 这个船未来可能拖到 这个干屋里面 检修一下 看一看 可能它就直接报废算了 当然如果有国家想要采购 愿意承接 愿意付这样高额的修理费 我想美国人也愿意 我干脆就当剩余物资 把它见价卖掉 顺便赚一些修理费用 另外可能要大量修理的是 永丰宇集团了 永丰宇真的很惨 如果你有看挑战新闻的话 今年四月份 大概那个时候 郁振姐就讲过了 说那个和寿船的堂哥对他不满 说两个要做分割 好分割 然后又分 又发生这个牙才炸袋的案子 好了 上个月一直吵到现在的 包括上海这个大楼的抄袋案 确定和寿船被抓去管 对应该是算货不单行 今年是和寿船 算是运势非常差的一年 那现在收押禁件 可是收押禁件还没有止血 因为呢 他整个所有的犯罪行为 先让大家看到说 自己开金控 然后呢开银行 然后竟然是去搬钱到海外 然后去中国上海投资这个所谓的大楼 前进中国 对 再游台湾 对 但而且呢 他竟然是关系人借款 而且还不揭露 都是自己的人的意思 就转了一圈嘛 像现在这个叫做特 就是这个背信 而且呢还特别背信 也就是说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背信还有特别背信 对 就特别背信里面 就是说其实你看 他不管是像这个 子公司也是自己的人 对 就是永丰金租刃 那其实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 这个永丰金租刃 是他呢 要搬到中国去投资的时候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壳 一个媒介 这个壳 通过这个永丰金租刃 然后呢 他的子公司叫 Grand Capital 这个壳 对 然后呢 还有去投资这个三宝建设的海外的 纸上公司 这种叫 就JNR 或是Grand Crystal 这种其实他整个就叫做什么 这种我们就形容叫三无公司 三无公司就是说也没有业绩 然后呢 也没有一些收 也不要财报都不要 对都不要 你也不用实质验制都不需要 那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也就是说 何寿川呢 跟这个三宝建设 在上海要盖这栋楼 而且呢 因为这上海的这种楼 又不能做担保 对不对 我这个上海的楼的话 要处分 要拍卖 也不可能 所以全部都用什么 都用无担保的借款 那这个这样的借款 你又辗转透过了 你的永丰金租认 母公司 对 然后呢 回到母公司 对 还有你和你的妻子 张姓如的Star City 而且呢 这个Star City之外呢 你还把你的元太科技 拿去买这个公司债 所以呢 整个是说 OK 你为了要搬七十几亿 到上海去 你就用了各种方法 而且呢 本来是希望你的底下的人 能够扛得下来 所以本来是希望说 总经理游国志啊 再不然还有一个 要帮他湮灭证据的 那个土地开发部的张金榜 说这次传进 传出说什么 包括要给何寿川的文件 当场撕掉 对 那是在沙发椅里面 对 就藏在沙发嘛 而且呢 那个土改的痕迹还很明显 怎么立刻把他涂掉 这样子 董事长何 要涂掉 结果被发现说 竟然是湮灭证据 其实呢 这个大老板 他们呢 经常希望出事情的时候 底下有人帮他扛 结果这次呢 扛不住 而且包括三宝建设 整个在中国盖这个 1788大楼 那个灵魂能武 董事长吕敬杰 还有他的财务长 还没回来 所以呢 这个事情就整个让 何寿川呢 栽一个大跟斗 那其实呢 我刚讲说 他祸不担心 因为最早发生事情的时候 是这一件叫做 顶星牙才负责人 何宗英 乘贷了三十几亿 都是假报表 对 都是假的 就做牙才嘛 那可是实际上 又没有这个业绩 那刚刚我们讲说 他的堂哥何正廷 跟他划清界限 为什么 因为呢 他的何宗英 炸带 然后呢 去永丰金借钱 可是媒体都说 何宗英呢 他也是何家的亲戚 而且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是基隆岩家 然后跟这个 何正廷的老婆是姐妹 所以呢 这个何正廷就说 那你们自己借钱 就怪到我这边来 对 然后这个好像是一副那种 跟我有关系 所以后来呢 这个何正廷干脆 就是身为堂哥 我干脆把你永丰瑜 还有永丰金 所有的股票 全部卖光 跟你划清界限 就是这个亲戚 我也不要了 所以你看 从何宗英 这个所谓的家族亲友的炸带 然后呢 到了后来又有一个 灰山乳业 因为何寿川这几年 都跟着连战前进中国嘛 所以他呢 包括连战的大帐房 徐立德 旗下的一些 环宇投资啊 中家投资啊 然后跟着徐旭东 他们呢 一票人 这所谓的连加班 一起到中国去 做了很多的事业投资 其中还包括这个灰山乳业 拿了四亿多港币的股票 来借钱 结果呢 倒了 灰山乳业不是中国公司吗 中国的公司 他跑来跟台湾的银行借钱 跟永丰瑜借钱 跟永丰瑜借钱 结果倒了 这个是这个从顶 这个顶星牙才是第一件嘛 那为什么永丰要借他钱呢 为什么借给他钱 因为我是在做中国的政商关系 因为灰山乳业 开玩笑 一定是中国的国企嘛 那你国企的话就是 可能你要跟当地的书记啦 当地的官员打交道 所以呢 作品租给他就对啦 那就踩到第二个地雷 那第三个地雷 就是三宝建设这一件 三宝建设这一件呢 其实呢 这个1788这个叫做炸带 为什么 因为呢 本来这块地 它呢 最早的是由三宝建设 再加上美林证券 以及鼎兴集团 跟鼎兴有关系 对 因为他们呢 是在2006年 大概11年前呢 就买了这个1788这块地 那后来鼎兴不是发生了灭鼎行动吗 对 所以呢 他们就说好吧 那我把我的股份卖掉 因为赶快便便现啦 那因为永丰呢 他当时帮这个鼎兴做了康师傅的TDR 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发行TDR 发行TDR都在永丰嘛 那这个合寿船就认为说这块地不错 哇 盖出来 开玩笑 中国的这个上海的南京西路静安区 地标 地标 这个叫地标 所以那时候呢 一平米 只有一万多块 一平米一万多块 对 现在十几万 涨了大概你知道他用11亿去投资 现在这个地方如果大楼卖掉的话 大概可以卖五六十亿的人民币 当时一平台币不会15万左右 对 现在几千 对 现在大概就等于大概十倍 十倍 那所以呢 这个1788大楼呢 问题就是说 那你自己要投资 你又辗转做了很多的动作 去搬钱 而且呢 搬了钱之后 还要叫底下的总经理副总这些人来扛 结果现在扛不住了 整个背后呢 何寿川才会被搜压境界 关关相互令人踏乏 不过呢 台湾的军母有没有进步呢 我们来到这一次 天宫二号打出去之后呢 用爱国者二行当他那个把来打 打的是很精准啦 请问中科院这么做 然后要大肆的做文章 是不是重点要告诉所有的民众说 台湾的军母进步很多 真的有需要给他鼓鼓鼓鼓掌拍拍手 说真的进步很厉害吗 这一次这个操演 其实我们这个爱国者二改良型 其实精准命中目标 等于说完成了原来赋予的任务 文章 其实这个演习等于说推迟了半年多 为什么 去年其实十月的时候就要做 就应该要做了 对 但是因为当时有一些中国的一些海警船 或者不明外国一些机舰 在附近活动 对 就是间谍船或间谍飞机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个是这个整个操演 大幅延后了大概半年多 因为要确定没有舰谍才可以操演 我想这次大概整个都进空 而且相关的这个海巡 还有军方单位有探查过 所以是台湾的机器 没有可疑的船制 对 间谍船 或者间谍基金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像我们在爱国泽 是国军的主战装备 他整个发射接战的过程 他会释出一些雷达 电池的一些讯号 当然人家要探明他的高贺 包括平谱 包括工作模式 一些电子 中国现在这一块了 对 他如果全都录的话 战时的时候 他会去针对这些电子讯号的特性 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干扰 到时候不只是雷达可能看不到 他干扰我们就打不准了 是 然后你的飞弹也打不准 如果打出去像盲舰克一样 目标在哪都搞不清楚 因此这个电池讯号的保密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然后讲到这个 其实今天早上 媒体有报道 就是这个是不是打 爱国者三型进行的拦截 对 我们爱国者三型也已经出场了吗 我们爱国者三型已经服役一段时间 但是美国人是严禁 在美国本土以外 做爱国者三型的事实 那在台湾其实没有做过 爱国者三的试射 难怪我们都没印象 对 而且爱国者 但谈到这次试射的 爱国者二改良期 像我本身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在汉光二十二号的时候 就看过他实际的设计打法 当时是阿扁总统 在宜兰立则检 那是汉光演习 那时候在海边放了两座发射架 结果打了两枚飞弹 都精准命中目标 对那后来陆陆续有做一些操演 但是这一次这个操演 我认为其实就飞弹运作本身 他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离奇的地方 还好收手没有亮点 还好因为已经进行过好多测试 所以大家希望说是不是这次出现 爱国者三型 对大家非常期待 是看到的爱国者三型 那三型跟二型差在哪里 三型和二型 其实虽然是二和三的差别 但是它是不同世代 基本上它的技术完全不同 这个爱国者二改良型 它是主要是针对航空器 像战机直升机无人机 那具备有限的这个反飞弹功能 不完全的反飞弹功能 而爱国者三型 它就具备完整的反飞弹功能 也因此像过去以来 包括驻韩驻日的美军 日本自卫队 还有我们都使用爱国者三型 作为战区飞弹的 低空层的防御系统 它与著名的 像最近部署在韩国 这个SAD系统 它算是战区高空层的 这个反导系统 等于两箱搭配 就把整个战区防御 这个短中程的弹道飞弹能力 给它补齐 因此对美国来讲 这是我主战的武器 在东亚特别保护我 韩驻日的美军 我怎么能随便让你随便测试 尤其中国绝对不让你看到 对所以美国人是再三的约束 它的盟国 你要试射可以 要到我们美国 比如白沙 著名等等 这个飞弹测试场进行打靶 这一次测试 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用于模拟弹道飞弹 我们的天宫二型飞弹 文宇尔你觉得 当靶弹那有什么亮点奇怪 对天宫二型是属于一个 这个长城的 这个防空飞弹 意思是他也很厉害的意思 对他是用于防御飞机直升机 无人机等等航空器 但是他这次居然可以拿来模拟 这个弹道飞弹来来打击 而且以往天宫二型 他是用垂直的发射器 地窖式发射器来进行接战 那这次中科院把它改装 利用天宫一型这种斜射发射架 来进行一个这个模拟 弹道飞弹整个攻击路径 然后发射爱国则二改良器予以拦截 正显示像天宫家族 包括一二型 其实他都具备改装为弹道飞弹使用 这个能力 那这个部分 其实在各国的弹道飞弹里面 运用里面 其实都可以作为应急使用 尤其我们注意到 像我们海军用的像标准二型 标准一型 这舰对空的防空飞弹 在必要的时候 他也可以作为舰对舰的 反舰飞弹来使用 那从我们这次这个测试 也可以间接的证明 像之前有传出 中科院是不是要运用天宫二型 然后发展出弹道飞弹 也就是大家所称之为 这个战己 这个地对地的这个弹道飞弹 其实就技术来讲 中科院完全有这样的能力 但有能力是不是一定要发展 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有没有可能因为经过数十万民众的连署 让亚民就不能继续在花园的山区开采矿石呢 好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或真的可以的话 台湾的水泥业将来何去何从 专家说了 水泥业是官商勾结的行业 稍微回来 在台湾 远东这两个字大家一定都听过 有远东百货 有远东 有亚东医院 然后还有远东纺织 有远传电信 对 有ETC 还有今天要讲水泥 水泥 我还没讲到漏掉的 有包括他还有这个 他有航运公司 远远东有航运 然后呢 还有就固网里头的新四季之通 远东航空算吗 远东航空不算 只同名字而已 只有同名 因为那个是张刚为的 那他以前是提供远东银行 重点还有一个银行 远东银行本身呢 是这个远东航空最大的债权银行 其实我们有点扯远 其实重点今天要剪亚迷 对 其实讲那么多的原因就是 因为告诉大家远东为什么可以像八爪这样 什么都可以做 应该要政商关系很好 而且本钱要够粗 而且要能够得到很多特许行业 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特许 都是特许 都是特权 包括医院也特权 学校也特权 包括这个雇网 还有这个电信 全都是特权 尤其是水泥又是特权中的集特权 因为呢 现在有请问有哪几个大企业 可以公然的去挖矿 好像没有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只剩这一家 这次如果不是因为 齐柏林的事情的话 那我想这个 很多原来早期设立 就从民国四十几年五十几年 那时候呢 从跟着两奖来台湾的 这些所谓的家族企业财团 就只有他们手上 才有这个所谓的采矿权 而且他们那时候呢 是爱挖哪里 就挖哪里 你家后院如果有矿 他也可以去挖 抗争也没用 他要挖就是要挖 对因为他们有特权 那我们讲说这个 翻开台湾的这个 这一页的所谓的水泥的历史 那当然大家呢 都是比全力的 第一家当然是台泥 对不对 那台泥 现在大家所认识的是 孤正甫家族 可是呢 早期的这个台泥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除了孤正甫 他娶了这个前妇的孙女 孤颜佐允之外呢 那还有包括了 你看最重要的就是 记号人物是板桥林家 开玩笑 板桥林家 林伯寿家族 跟高雄的陈启青家族 还有孤政府 这样子他们呢 在最早的时候 1946年成立台泥公司 所以他算是第一家 代号1101 台湾水泥 那接下来呢 其实真的没有三两三 尤其是跟着这个国民政府 跟着蒋家的军队 来到台湾的这些人 才有这个能力 那再不然的话 就是你要像板桥林家 跟高雄陈家 这样子 有才有事 有才有事的地方 大老士生 好 那所以呢 像第二家的嘉尼 他本身就是 大概所谓的上海帮 就是说 跟着国民政府来的上海帮 里头包括了 像这个焦亭彪 焦师傅 还有翁大明的爸爸 翁明昌 那另外张敏玉就是现在张安平的爸爸 所以他们一起 就是说这里头算是党政军关系 非常良好的 所谓的上海帮的这些企业 在1954年的时候成立嘉尼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其实为什么亚尼 他代号是1102 但是呢 这个让嘉尼截足先登 最主要的是因为 其实呢 徐友祥 就是徐旭东的爸爸 徐友祥 他那时候呢 跟着几个 也算是所谓的重量级的 在上海的特务 跟国民政府关系良好的人 陈光辅跟王兴恒 本来呢 透过他 他本来跟陈光辅合作 结果呢 怎么设这个水泥抢输人家 所以呢 他才会找上了这个 最早的亚洲水泥的董事长 真正原来的董事长 不是徐友祥 他去买别人公司 对 他买了别人公司 徐友祥当总经理 那真正的董事长是王兴恒 那王兴恒是谁 其实呢 他就是所谓的特务分子 特务分子 这个特务分子呢 跟谁的关系特别好 跟蒋经国 跟经国先生的关系特别好 那有关系就有关系了 对当然 因为他从一九二五年的时候 就是在参加国民党的 所谓的地下组织 而且呢 就在苏联莫斯科的时候 变成了经国先生的好朋友 贴身幕僚 贴身幕僚 然后后来呢 再到上海担任保密局上海站的站长 好多秘密他都知道 对 所以呢 他等于是叫做什么 地下工作组织 特务分子 上海选去立法委员 对 所以呢 他才会在一九四八年 来到台湾之后呢 其实在一九四九年 就出任雅尼董事 中国湖北这个上千年的古墓当中呢 真的是占地下死了两百多个足球场 这么大的地方当中 近年好几十个马坑 以及是战车群的坑 好 这些其实都是陪葬品 这么多的陪葬品代表 其实陪葬的人应该是权力很大 威望很高 没有错 其实最近在这一个湖北早阳这个地方 发现了一个战国时期的一个墓葬群 那你刚才讲了 他整个占地范围的话 大概将近有两百个足球场这么大 这么大 很大一个范围 而在这么大一个范围里面的话 总共有二十九周的墓葬 在里面被找到 而这个当然二十九周的墓葬的话 它并不是说全部都是所谓的大集墓葬 它要大的跟小的混在一起这样子的 所以从这个墓葬的这一个分布来看的话 或许它就包括了主墓 以及附近的陪葬墓 那所谓的主墓的话 它长什么样子呢 各位我们看一下荧幕这个地方 空教图 在上面这个空教图里面 我们看到这边有时候 这边有一个大型的 上面有两个大型的一个坑 好像往下一样 它挖得好深 那这种墓葬的话 其实在考古学里面 我们称为甲字形墓葬 通常只有在这一个诸侯王这个等级的 才有可能拥有相当的墓葬 所以虽然说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最后来公布讲说的 这个墓的主人到底是谁 无法确定 还没办法确定 因为这个墓被盗过 但是问题是 以这个墓葬的规格来看的话 他这个人的地位一定非常非常的崇高 而且我看到没有 还有两个墓放在一起这样子的 而这一次呢 在发现了这一个贵族墓葬的同时呢 其实在当地最惊人的发现 其实并不是墓葬本身 而是什么知道吗 在这一个所谓的这个 两百个足球场的范围里面 找出来大大小小的陪葬坑里面 其中找到了一个大型的陪葬坑 而这陪葬坑一挖出来 看以后的话 里面放的事实上是战车群的 这一个陪葬品放在里面 那这个地方总共找到二十九座墓葬 而我刚才讲了 这个墓葬有分大跟小的 而这个坑里面所出来的战车 它的总数量就高达了二十八辆 而且不止这个样子 在这个坑的旁边 还有另外一个坑 这个坑呢 事实上看到这个长条金色的坑 那这种长条金色的坑呢 另外一个坑 他买什么知道吗 买的不是战车 而是战马 这个马呢 这个叫他殉葬以后 通通马里面去有战车一定要马 马来拉马 以前的话基本上没有马拉的车 这基本上不会跑啊 对不对 那到底呢 这个车呢 二十八辆车 以及总数量四十九匹的马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知道 在古代社会里面的话 其实呢 在过去从商代开始 其实呢 一直都有所谓的战车的使用 商代一直到这个西州 到东周时期 那战车的使用 一直到大概是旱代的时候 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而呢 战车这个东西 其实不只是所谓的剑掐 战车这么简单而已 那是什么 它事实上是作战的武器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它是贵族专属的座驾 讲通车 这个是富豪的 这个法拉利等级的东西 事实上只有人 这个贵族才有资格 拥有这么战车 一般都用走路的吧 一般就走路 十一路公车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战车的话 其实它的数量的总数 跟你这一个贵族的身份高低 也有关系 如果说是最低等级的 市代夫等级的 也是贵族最低等级的那种 市这个阶级的话 大概你只有一辆车而已 就一台 就一辆车 那如果说呢 干到这个院长等级 总统等级的话 那不得了 要有车负来放 你看看嘛 对不对 像一般的地方首长 就一辆车出门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看总统车都一排这样子的 那其实呢 以前的情况也是一样 那战车的数量 跟这一个诸侯的地位 是有关系 那说到战车这个东西 在古代世界 到底干什么用的 其实我们现在叫战车嘛 对不对 那是我们像一般的通称 打仗 那事实上呢 战这个字 只是打仗用的 在这个战国时期的时候 这个战车 它真正的名字叫公车 就是攻打的攻 公车 那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呢 在古代的战争 其实还挺好玩的 其实贵族本人就驾着车 旁边就跟着一大堆的步兵 跟他在那边跑这样子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车爬爬爬爬 往前冲这样子的 他当领导的意思啦 他是队长嘛 对不对 那旁边跟着一堆步兵 攻箭手 扛着这个什么武器 跑着气喘吁吁的 然后要冲 阿兵哥先冲啊这样 没有 他会带着阿兵哥一起冲 但是阿兵车 跟在车旁边这样子的 在我们知道 在古代的世界里面 坐在战车上的人 事实上不是一般的士兵 而是贵族 那只有贵族才有机会 这个坐上这个战车 所以那个御守就是他 御守不是 通常呢 哪一个真的的贵族 是右边 左边这个弓箭手 弓箭手是贵族啊 他们基本上 一辆车上三个人组成 一个是这一个弓箭手 一个人是这一个歌手 或者是什么毛 长毛 那中间这一个 是负责驾车的 驾马的 那这个人不择射箭 那这个人的话 他是远攻 弓箭手远攻 那这一个人 他的歌这个的话 是能作为防御之用的 所以你不会想 你不会认为说 这个车跑过 有歌拿来砍你嘛 那个基本上砍不太到了 他的作用很简单 他是怕说有敌方的步兵 靠近你的时候 把他挡开来这样子的 所以射箭打得比较远 是由贵族来射 真正的攻击 事实上是这个弓箭手 力弓都算弓箭手的啦 而不是这个歌手 他只是防御而已 那至于说 驾车的御守的话 我跟你讲 他那什么武器都没有 可能只配一把短剑 短剑短刀这样子的 那配在身边 如果万一 这个出事的时候 跌下车的时候 还可以拿来自卫一下 比较高级的作战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问奖先生 就是他而已 所以真正的贵族 哪一位知道吗 是哪一个 弓箭手 各位应该知道吧 古代的这个贵族的 这个教育的话 叫做礼乐社遇书术 这个社这个字 是什么知道吗 就是这个射箭 那过去打仗的时候的话 是一辆战车旁边配置的 大约从最早的 大概只有20个人左右 到最后扩增到 100个人左右的步兵 跟着这个车 再往前进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知道 在古书里面这样描述 描述一个国家的大小 基本上是以 你这个国家 拥有多少辆战车 来定你国家的大小了 比如说讲说 古人讲说 千胜之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国家里面 拥有一千辆战车 胜就是车嘛 胜就是车的意思 那问题是呢 真的是一千辆战车吗 其实它是个描述性的名词 因为重点 并不在战车本身 它所谓的千胜之国 真正的意思指的是 我国家很大 拥有一千个以上的贵族 这样子 因为每个贵族 都有自己分封领地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千胜之国 只是贵族叫做车 带着他的随从 一起去打仗 这样子的 而这个就是古代战车的 使用情况 战车使用情况 可是问题是 战车这个东西 在从这一个商代到周代 然后后来经过春秋战国时期以后 慢慢慢慢的就被淘汰掉了 淘汰是不好用 因为它其实并不太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告诉各位 古代战车可没有 这个东西 我们旁的兄最清楚嘛 对不对 这个车人在这个路上跑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有避震器嘛 对不对 如果一辆车没有避震器 它有做什么事情 会翻车 这个车一直跳嘛 它会一直捞链 那古代又没有博友马路 做得不舒服 对不对 它又没有博友马路 也没有高速公路 那你弄一个没有这个避震器的车 然后还要上面射箭这样子的 我告诉各位 基本上那个建设好玩而已 马力又不够 昌卡在烂尼巴里面 不只这样子 重点是路上一个小石头 一个小坑洞的话 它就癫了 一叮车呢 你知道吗 那重点是 过去因为战车作为主体 因为贵族自己一定要车嘛 所以以前打仗的时候的话 都要选好地点 不可以随便乱打的 两国对战的时候 先说好这样子 不然贵族很难出兵 不是 就问题是先选好地方 我们两个才打来起来 这样子的 讲好 你驾着车 我也驾着车这样子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如果地不平的话 这个仗就甭打了这样子的 那所以说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早期战争 小规模的形态了 那后来慢慢慢慢的 这一个人等到战争规模 从这个战国时期 到也没到秦代的时候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战争越搞越大 越搞越大 这个时候的话 祭兵也出现 变这个啊 这个是秦始皇的 这个兵马俑里面的 那个铜车码的部分 那如果说呢 各位如果看一下 秦代的兵马俑坑 就会发现 兵马俑坑里面的话 步兵特别多 弓箭手特别多 那有没有祭兵 有很少一点点而已 那战车兵有没有 有更少 也就一点点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的时候 由于战车实在 说实话 如果对方不遵守作战规则 选平地打仗的话 那基本上 没用嘛 没用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后来变成什么 知道吗 战车呢 有一点像是 每次在阅兵的时候 总统人做哪一辆 知道吧 做好看的 阅兵车 做漂亮的 那好看的而已 对不对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 战车就退离出舞台之外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地形本身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 等到寄兵出现以后的话 战车就惨了 寄兵比较厉害了 寄兵一个人骑一兵嘛 那个跑得比较快嘛 对不对 你不要看这个战车很大一辆 告诉各位 中国古代战车 木头座的宽度 150公分 到三公尺这么宽 然后两匹马 拉着那个一辆车 这样子的 车上还要坐三个人 你想想看 那两匹可怜的小动物 多可怜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早期的马基本上 个儿也不高 站起来150公分左右而已 小小的马匹 要拉着这样一辆车 加度上奔跑这样子的 告诉各位 如果我们现在 还有战车的话 那么立马会被 这个爱护动物协会 给告我这样子 动宝餐银跳出来的 一定会告他的 为什么这样 略带可爱小动物 那后来 慢慢慢慢的 战车就退出了 历史舞台之外 为什么 当寄兵兴起之后 战车笨重 而且使用不方便 所以后来 战车就变成是 仪式使用的一种工具了 买过这个朋友 应该都有知道说 到底几颗安全气囊 会决定你这台车 到底贵多少 我有算过一颗安全气囊 最起码都一两万起跳以上的 不过你知道吗 现在全世界传出非常多 安全气囊 竟然会杀死人的消息 安全气囊 不是保护人的安全 是杀死你 现在日本的 算是全世界 全三大的高田公司 好像已经宣布破产了 他们说太多的安全气囊 需要维修 它冻不掉 是 这个气囊 这个东西 其实约莫在60年前 就已经在汽车业被发明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回溯 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 这些全球量产车 开始逐渐的大量的 直接使用在量产车上 所以算一算也近 大概二三十年间的事情 那我们也可以想 为什么现在的气囊 消费者是说 你这个车几个气囊 我的车几个气囊 越多越贵 越多越好 贵好多 越多越安全 越多越好 对 消费者会觉得越多应该越好 什么后座也要 对不对 对对对 比如说我手上戴这个 这个大家都最熟悉的 方向盘上一颗 然后乘客座也一颗 这是正面的 附架座 对附架座有一颗 然后如果说 你要求更多的话 A柱的气帘 A柱延伸到 B柱到C柱的气帘 还有这样的 旁边的都要有这样 对就我头 不要撞到挡风玻璃的时候 我不要撞到侧面 我有钱保护我自己的生命 没问题 然后呢 C柱跟后门 侧门各一颗 这样算算已经八颗了 是 可能还不够 还要 这好像不是气囊 这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个安全带的带扣 带扣 让我们看 这个带扣 前面这个就好像我们的步枪 枪管一样 里面是埋了一个 所谓的炸药包有推进剂的 今天如果说车子的气囊引爆的时候 讯号同时送到这边来 他也会往前引爆 这是一个钢索 这是L型的连结的 一个枪管一样 往前一弹之后 这个往内缩 安全扣 扣住了 对对对 扣死了 保护你的安全 按照我们这样绑着 对 撞击的时候 不仅说不让你往前 还把你往后缩 就这个东西 把你黏掉掉了 是 所以一个车算起来 如果比较高档的车 可能一整台车 十几二十颗气囊 或者说火药包 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吗 好 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 那现在的车子呢 碰撞法规越来越严格 就算消费者不选的话 强制也装了不少颗 现在据报道说 已经累积了全球 他召回一亿个气囊 三千多万辆车 一台可能好几个 一亿个气囊 然后他自己背上了 一兆日元 这已经近两千八百亿台币的债务 目前可能会被收购 为什么这个是滚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 我手上有这个气囊 其实气囊 你想他本来是这么小 可是怎么可以爆成这么大一块 后面看就要气囊 是不是 是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正面 我们大家看得到 正面 里面呢 就像我们看那个店里面有跳伞 那个伞不知道折起来吗 这内部就要那个东西 一层又一层把布折起来 那这个布要怎么样膨胀成 这么大一个气囊呢 就是背后 我们看一下 锁在里面 是是是 我还很小心 今天我们修车的时候 如果说老师要教你修气囊的话 因为一定会告诉你说 这个叫安全插销 安全插销 我现在拔起来 我就暴露于危险之中 会爆的意思是这样吗 你跟我小心 会爆是这样吗 要小心 可是从你那边爆吧 是是对 所以我跟他要小心 我这个手可能就要残废 但是当然不是一定会 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看 我拔掉以后 里面就两个 好两个拼角 就跟我们家里插头是一样的 这两个拼角 我现在如果说 拿个把的力来 送电 十二伏电一接 马上爆 马上爆 只是没有那个传电的动作而已 给他那个电 他只要带个两三安培 你十二伏特电 电瓶来一接 马上就爆了 但是如果没有那么高电的话 一般只有禁电 我叫手机摸 照理说 你看我现在摸没事 是不会的 但是为什么老师要教说 一定要插上安全插销 安全插销 没什么 就是把两个拼角 给他短路 你看大家看 这是短路 短路 短路就没有任何的电流 为什么那么小心呢 因为如果说一万颗里面有一颗 他这个气囊是有瑕疵的 或者说因为受潮高温 他可能有静电就爆 那为了安全 你就把他安全插销插上 让他完全没有爆的可能性 防止自己产生静电的意思 是 那我讲到这大家就很清楚了 好 那今天高田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在很多车上 已经装上的全球很多 包括トヨタ Honda Lexus 福斯 奥迪 B&W等等 很多某某个年份 某个车款都装了他们 Takana的东西 却在大概04年到08年 陆续爆出 他们的车开的时候 没错是发生车祸 气囊也爆开来了 爆开之后呢 其实气囊这个东西 当然有些会讲说 哎呀气囊是不是真的 一定安全 我今天撞车蹦一下 我觉得应该没怎样 气囊害我打得连好痛 肿起来 也有人这样 因为这样求偿 不过各种证据都显示说 也许气囊会因为他的引爆 造成某些额外的损伤 但是他能够提高驾驶 跟乘客的存活率 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所以所有车还是大量的 装上这个气囊 但是这几起 在美国已经造成 大概十一个人死亡 装Takata的这个气囊 发现说 这一些驾驶或乘客 除了说常见的 灼伤或被肿胀之外 居然有及时死亡案例 是因为气囊爆开之后 我给大家翻给各位看 这面是橡胶 你看气囊底座 其实很多金属壳嘛 这是可以想见的 炸开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炸药包的成分 可能有一些问题 使得布被炸开来的同时 这些底座的金属片 也被炸飞 炸太狂了 对炸太狂 就像手榴弹炸开 很多铁片是一样的 那些铁片呢 如果很不幸的话 刚好插到脖子的动脉 就失旋过头而死 好那这个是爆开之后 因为数量越来越多 那塔卡塔早期也承认说 好像我们的确有一批 有瑕疵那就召回吧 后来又发生类似事情 就才被踢爆说 原来你召回装上去的气囊 也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后来被爆出来了 原来两千年 十八年前 两千年的时候 就被爆出说 高田内部员工 就已经知道说 他们内部装了这个推进剂 当用这个叫硝酸胺的 这样一个化学成分 那个东西呢 新品的时候没事 但是呢 可能因为高温 或者是潮湿之后 车子里面 当然是潮温跟高湿 一定是的 因为那样之后呢 就有可能造成 他化学的质变 使得他在被引爆的时候呢 爆炸力会高于预期 所以高于预期就造成 我本来只要爆布就好了 他连铁壳也被炸开来了 所以造成事后 这么大的一个严重的事情 所以目前看起来 高田应该是会被收购 甚至可能会结束 但是呢 我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台湾也出现过一些 这种疑似 因为气囊造成一些 我们说争端也好 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案例 一个双逼的一个车子 五百多弯 车主开一开 车主宣称说 我开到一半 没撞车 气囊自己爆开了 怎么会这样 他就宣称嘛 爆开来之后呢 看不到路嘛 那就撞上去吗 对 看不到路之后 那怎么办呢 就砰 后来就撞护栏 这台车就几乎撞毁 那这件事情 后来罗生门 到底是气囊先爆 再撞车 还是先撞车 引爆罗生门 如果先撞车就没事 车不出来 对 那这件事情后来被证实 的确是气囊事先引爆 对 这个是约莫十多年前的案例 那么上礼拜 其实在应该是板桥 如果没记错的话 也被报道出来 一个车 一个车 这个侧门的那个气囊 无预警 车子是开都没开 自己爆出来 使人扎伤 因为那个爆炸速度 非常非常快 约莫是三个毫秒 三个毫秒是千分之三秒 那个速度瞬间的八百倍体积的膨胀 人逃不了 你看到非常恐怖的事情 爆炸来之后造成乘客的损伤 所以我今天要讲就是说 不管你车上装的是不是高田 比如说手上这一颗 说实在我今天在来之前 我没有仔细看 刚才在录影的时候 我还特别看了一下 我运气还不错 这一支呢 是autolip 瑞典的 ok 好 那我手上这一颗 这一个是方向盘上的 这很小 等下可能再补一下 这个是TRW的 好 那我们今天消费者会不会说 哎呀 那我一看看我家是不是TRW 是不是autolip 我觉得那是无聊 你不可能看那个事情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坊间的 比较多的案件 就是说 可能车子开了五年六年之后 平常新车都没事 五年六年之后发动引擎 一发 仪标板怎么多一个红色的亮灯 是以前没看过的 异状 对 那如果翻一翻手册 哎呦 是Airbag的亮灯 送场检查 对那收藏检查 检查之后呢 车厂跟你讲 那个是Airbag的故障讯号 那如果啦 如果他告诉你说 这故障讯号是气囊的这个主抗 因为像我该插这个线 如果正常插在车上 这次借一个线组 连接到电脑 电脑感应到撞击点的时候 他就给电 如果感应到主抗不对的话呢 那衣标板就会亮灯 那亮灯之后呢 有一些消费者就想 那一个气囊多少钱啊 那文雅兄 刚才提到说一颗一万多 那是客气了啦 其实没那么便宜啦 多少钱 一般没那么便宜啦 五万 进口车五万是差不多的啦 但看不同的位置 所以换起来很多钱 所以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修理厂 可能就会建议 因为这个我不知道 这样算不算密心 修理厂都知道了 因为其实对电脑来讲 他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装气囊嘛 他只要量到主抗就好了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厂牌的车子 他这个电脑要量掉的主抗 就是三个欧姆 那你现在因为这个气囊 已经坏掉了嘛 他量到不是三个欧姆 所以亮灯了嘛 那今天如果说一报五万 车主不想换 老板说我好朋友 我报你一个好康的 怎么处理 我替你在这边线头上剪掉 接一个三个欧姆的电阻 然后呢 电阻到报告商 那买一根只要五毛钱 那安全气囊还是会报吗 就就把他线 但已经没接电了嘛 对 那你这个气囊就 没效啊 没效 骗自己而已嘛 没效 然后灯就不会亮 灯就不会亮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说 如果有这种安全疑虑的话 其实一些其他仿介 一些做法都不是很正确 我刚才就讲那么多 其实除了说 我们刚才讲说 到底气囊一定是保命 或与否的话 一直以来 他是一个被争议的一个组件 俄罗斯的新闻在进行当中 主播在播新闻哦 这只狗也来了 多了一个狗主播 管宇搜集无奇不有 最近乱入的新闻特别红 俄罗斯一家电视台的直播室 正在播新闻的时候 一只狗不小心闯进了 正在直播的画面 在无数的电视观众面前 当上了狗主播 当美女主播正在专心播新闻时 突然有个黑色的身影 从影子背后冒出 接着传出一阵响亮的汪汪声 让女主播吓了一跳 打断女主播的是这只 黑色拉布拉多 她兴奋地在主播台后 跳上跳下 还开心地摇着尾巴 一点都不觉得自己乱入了直播 注意力 被狗吸走的女主播笑着说 我这里有一只狗 不知道它跑来直播是干什么 而似乎很喜欢镜头的狗 完全没闲着 她随机把两条前腿搁在桌子上 让自己能完全入境 好像准备要开始播新闻了 有点无奈的女主播 拍了拍狗的头吐槽说 我其实比较喜欢喵星人 电视台的人员后来解释说 这只拉布拉多 是隔壁棚的来宾带来的 可能是没拴好 所以乱入了新闻 狗做了新闻主播 真是无奇不有 相信收视率会很高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谢谢观看